秦浩依能静在一起后,外界对两人的议论就没有断过 毕竟依能静不仅比秦浩大很多岁,而且情势非常丰富 平时性格也让人难以忍受 最近秦浩依能静传出婚店的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某次参加综艺时,依能静想给秦浩生二胎,为何又遭到了拒绝? 两人私下相处,真的幸福吗? 相信小伙伴们都非常好奇 秦浩和依能静刚在一起时,因为没有什么名气,一直被贴上吃软饭的标签 当秦浩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外界的认可后 两人之间,婚变的传闻,就从没有断过 毕竟和经常秀恩爱的明星夫妻相比 秦浩对依能静的态度,实在太差了 依能静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 父亲非常重男轻女,依能静出生后没多久,父母就离婚了 依能静的童年很不幸福 他六岁的时候开始跟着姐姐生活 当时姐夫因为生意失败,患上躁郁症 发病的时候,不仅会虐打依能静,还想强迫他吃狗粮 后来还是母亲看不下去了 才将依能静接到身边生活 长大后依能静被心叹挖掘 最终进入娱乐圈发展 16岁的时候依能静情窦初开 喜欢上一个香港富豪 两人在一起后,承受着外界巨大的压力 没过多长时间就分手了 后来在采访时,依能静爆料 在这段恋情中,自己逐渐淋湿自我 什么事情都会遵从富豪的要求 像是奴隶一样 最终幡然醒悟才分手 后来依能静遇到了哈林 两人是在演唱会的后台相识 因为都是年轻人,有很多共同话题 他们很快就熟悉起来 逐渐了解对方后正式确立了关系 只是这段恋情遭到 哈林父母的强烈反对 周围的人都觉得,依能静配不上哈林 但双方也没有向外界屈服 他们刚在一起的时候,生活非常甜蜜 经常溺在一起 在恋爱的时候,依能静因为身体原因 需要做一场手术 而手术的风险极大,未来可能导致无法生育 哈林第一时间,劝说依能静做手术 并且承诺未来,就算是不能生孩子 也会娶依能静回家 手术后不久,两人就在国外,住自结婚了 结束了他们13年的恋爱长逃 只是这场婚姻,并没收到多少人的祝福 哈林的母亲和姐姐出席了婚礼 而依能静的家人,却一个都没出现 2002年,依能静生下儿子 坊间传闻,依能静生孩子的时候 哈林在产房外面,唱情非得已 而依能静一边生孩子 一个与哈林合唱 可见夫妻感情多好 只是婚后的生活 和恋爱的时候有很大的差距 2009年,两人就被爆出 签了离婚协议夫妻感情破裂 其实早在2007年,就有媒体爆料 依能静和黄维德在拍戏的时候 关系非常亲密 一年之后还有媒体拍到 两人一起手牵手共接的照片 再次证明他们关系匪浅 直到2009年,依能静某次 在接受采访时爆料 黄维德就是夫妻感情中的第三者 算是彻底坐实自己出轨的消息 因这件事,依能静的事业滴入谷底 每天生活都非常煎熬 渐渐从台前转移导幕后 很长时间之后才停息下来 2013年,秦浩和依能静在一场聚会上相识 当秦浩第二次和依能静 提出约会邀请时,遭到拒绝 理由是依能静不想试试 而是想结婚 秦浩深思熟虑之后 答应了依能静要求 两人开始恋爱时都非常的低调 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段感情 就算是被媒体拍到 也从未承认过 直到依能静跟着秦浩回家 见过其父母之后 才开始让这段恋情浮出水面 2014年他们在参加柏林电影节首映里的时候 手牵手一起出现 之后不久,依能静自爆秦浩已经求婚 当时两人在土耳其旅游 秦浩站在花园里 满地都是蜡烛 场景非常的浪漫美美 一年之后 两人在普吉岛上 主办了婚礼 婚礼并没有邀请太多朋友 只有双方的亲人 在亲人的祝福声中 两人正式成为夫妻 很多人并不理解秦浩的选择 毕竟在外人眼中 秦浩年轻有才华 还长得帅 为何会选择和坐镜依能静在一起呢 但众人忽略的是 两人刚在一起的时候 秦浩还只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影人 是依能静陪着他 走出了人生低谷 婚后两人很快有了一个女儿 取名叫小米蒂 长得非常可爱 两人还一起参加了 多档夫妻综艺 和其余浪漫甜蜜的夫妻相比 秦浩依能静的生活更接地气 因此吸引了很多粉丝 而依能静的一些骚操作 只要秦浩才能制服 当依能静提出 想再给秦浩生一胎的时候 遭到了秦浩的拒绝 给出的理由是依能静年龄太大了 虽然语气非常严密 但更多的对依能静的关心 其实外境一直流传两人婚变的消息 一部分原因是 依能静寝是太复杂 而且曾经背叛过婚姻 对他不是很信任 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依能静和秦浩之间 还有一个女儿 如果再多一个孩子 两人之间的感情可能会更加稳固 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 夫妻感情是否和谐 与孩子并没有太大关系 两人要真是感情破裂 就算有孩子也无法阻挡离婚的步伐 对此你们怎么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